今天早上大概怎麼做 聽到這個事情 那對於外面的場外 之後客戶已經有什麼樣的報告要說 早上在聽時間 我就接受到有抗爭的民眾從床上跌下來的消息 然後我們已經邀請來到醫院 應該要全力查一下 所以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也希望每一次的陳情判例 帶對者應該要民眾安全的帶回家 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 除了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場跟事權以外 其實安全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年改的這個農地板 三萬八千多 有可能會調整嗎 這個部分還會再進一步的討論 那我來針對衛生紙這部分 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嗎 第一個是日前 我們前中央銀行總裁龐凡然先生 已經公開跟社會說明 今年臺灣的物價會非常穩定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不要離而傳而 第二個呢 衛生紙的量的部分呢 供應如魚 大家都可以買得到衛生紙 至於價的部分呢 也會穩定合理 不會有大波動 所以我們也欲請民眾 不要恐慌 也不要去搶購 這些都沒有必要 那第三個呢 我已經責成行政院副院長 也是物價督導小組 跟相關的部會去監控 包括製造 經銷 賣場等通路 有沒有烘台囤積的不法情勢 那我已經要求法務部介入 看有沒有任何人借這樣的訊息 企圖謀取不法的利益 我請國人放心 只要大家不要恐慌 這個事情一定有辦法解決 謝謝大家